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用問阿貴 只是警察聽這兩句 就以為這首金曲是講述祖國如何偉大 殊不知原來是反戰為題材 講述一個越戰老兵 退伍回國之後 三餐不計的悲慘遭遇 是一首徹頭徹尾的抗議歌曲 沒錯 特老頭整日以列根的繼承人自居 但大家橫看怎麼看 除了兩個人都曾經離過分之外 都找不到有什麼共通點 現在機會來了 特老頭大可以學一下當年列根競選連任 錯誤引用這首金曲來做宣傳歌曲 然後再被原創者罵爆 講起競選連任 特朗普的支持度落後對手拜登就越來越大 他老哥唯有孤注一閘大打中國牌 美國政府早前要求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 中方人員明明已經全部撤離 而美方人員仍然一度以工具叫開總領事館的後門進入 這一幕非常合乎特老頭做show的風格 亦都非常小學雞 無非都是兩邊吵架 誰拿回個比賽誰就當贏 米體表面上特朗普政府對中國來勢洶洶 但其實美方只是處於手勢 中美新冷戰正式開打 已經是全世界的共識 嚴少的論者也已經分析了 現在的中國並不是昔日的蘇聯 蘇聯國歷最盛的上世紀70年代 GDP總量只是去到美國的四成左右 而今時今日的中國GDP總量就佔美國超過六成 中國固然不是前蘇聯 但美國其實也不是列根時期的美國 正如華爾街日報一篇評論文章說 中國無論是軍事或是科技創新 和美國的差距正快速縮小 以5G為例 中國的人均發射塔數目是美國的三倍 而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方面 中國有龐大人口優勢 中國政府對國民數據收集的效率 當今世上無出其誘 看回美國 目前用於研究與開發的經費 只是佔國民生產總值0.6% 比例只有列根時代的一半 美國第二位完成登月任務的太空人艾德寧 幾年前曾抱怨明明承諾火星殖民計劃 結果得來的只不過是Facebook 之所以說新冷戰中 美國就處於手勢 是因為當年美蘇冷戰 美國實力明顯超班 只靠拖 都喜歡拖死對手 但今時今日美國打壓中國 不是靠自身實力 而是靠拉幫結派對中國搞制裁 逼其他國家選邊站 美蘇冷戰 美國成為贏家 在於整個資本主義陣營團結 在山姆大叔領導之下 不過今次不同的 中美兩強惡鬥 歐盟至今的親美態度 基本停留在Lib Service的程度 但這樣不代表中國人可以抱有幻想 以為德不孤必有倫 對於歐洲等美國盟友來說 特朗普的最大問題 在於其身為大佬他沒有大佬的風範 既要吹雞叫班勢的做事 沒有打賞就不但要諸多莫削 不是收軍事保護費 就是威脅徵收懲罰性關稅 無論是德國在制裁華為問題上 遲遲未有決定 或柏林頂住壓力 堅持從俄國管道獲得天然氣 都是對美國人與取與求霸道作風的反抗 等到特下拜上 在拜登的柔勝領導作風下 中國面臨的壓力只會更大 這樣說 美國人爛船都有三斤釘 中國在這場持久博弈戰裡 必須講求策略 短期來說 可以考慮影響美國商界在華利益 反過來逼華府 長期來說就是安內方可讓外 只有包括解決香港和台灣問題 方可放手與美國一搏 好了 大家對於今集的節目內容有什麼意見 like 搞錯還是吃花生 投票告訴我們